請啟動 消費者只要入住在這地飯店 就能夠獲得業子消費券的連結解訊 及開工碼 這次是由我們中章旅館業者 自發性的提供防費的10% 定額或最高10%以上的優惠 希望可以在我們所有的 中章觀光區域聯盟的場域裡面 做消費 那我們這次的方式是透過 智慧型的觀光 在雲端上都把解決所有的系統 包括融入了無現金支付 然後還有一些智慧觀光的元素 讓消費者使用得非常便利 所以我們預估在 目前已經有大概80家的旅館業者 80幾家的供應商業者 參與這個活動 預計在4月1號起跑 到6月30號之間 可以創造約增加破億的觀光產值 如果消費者可以來到我們的場域來消費 我覺得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 我們所有業者都願意 只要消費者願意來 我們業者就願意讓利 我們業者提拨出來 80間每一個50間大概有4千個房間 4千個房間所提拨出來 我們業者可以提拨出的電子消費券 月略在3千萬 但是滾動的結果 月略可以創造出破億的觀光產值 在短短的三個月內 這是我們第一步 我們希望如果成功 可以號召更多的人加入 然後我們再整合在一起 再把我們的場域再打開一點 我想可以創造更多的產值出來 我們還會有二部曲三部曲 我們這一次辦了這個 其實要叫做chipto交響樂 我想這次我們台中旅館公會的 鄭生昌理事長很有心 但是我們的整個結構 是在中章觀光聯盟觀光圈裡面 那因為現在我們有推出陸續一些活動 鄭理事長這次推出了這次 用智慧手機油來享受 由台中旅館公會所提出的一些業會政策 那麼它的業會政策執行 它是用手機APP智慧的概念 也就是說從現在4月1號起到6月底為止 所有的遊客 你只要到台中的這些加盟進來的 這些旅館業者裡面去住宿消費 那麼它會再從你的住宿房費裡面的一層 會給你一層的金額來當成你的消費券 那麼這個消費券它可以拿著 到台中彰化的這些觀光景點觀光工廠 或者是這個伴手禮店裡面去消費 那麼這裡面的一層你就可以直接來當成折扣的金額 我想這樣是一個很棒的一個 起一個帶動的作用 來住宿來變成一個到 鼓勵他們到台中跟彰化的一些景點 觀光工廠 伴手禮店去消費 我想這種串聯 它可以攪動更大的一個商機出現 台中市它本身是屬於品牌之都 那彰化的話它比較屬於小鎮 小鎮小鎮的旅遊 那品牌之都與小鎮的旅遊 來去做一個相對應的結合 其實是可以碰撞出旅遊的一個火花 那民眾他們也會比較喜歡這種 創新與復古的結合 所以在台中跟彰化這邊去做一些互動的話 我們業者觀是樂觀其成 祈禱交響樂 中章首部曲 抱不吧 一擊在手 Easy Travel Let's Go